今天我們接著來看一下最新iPhone 12系列的一些爆料 新的圖像顯示了一張疑似iPhone 12的設計草圖 透露出了這款手機的正面設計 和此前的爆料一樣 草圖顯示iPhone 12系列採用了小瀏海設計 該洩露更是穩固了iPhone 12系列 確實採用更小瀏海的說法 小小的瀏海裡放下了許多元器件 從左到右依次有紅外線鏡頭 反光照明器、距離感應器、光度感應器 前置是要投和點式投影機 咬聲器位於頂部的邊框裡 和iPhone 11相比iPhone 12的瀏海要小得多 同時據說它的面部解鎖能力也要更強 除此之外iPhone 12的無線充電也有了新的洩露說法 我想這也備受大家關注 作為重大改款的iPhone機型 iPhone 12不僅配備有20W快充 並且磁吸無線充也同時降臨 近日從供應鏈獲悉 疑似iPhone 12的磁吸無線充和NFC模塊得到了曝光 內部磁鐵結構首次得到詳細爆料 從曝光者提供的圖片來看 iPhone 12系列背部設有一圈磁鐵 數量共計36顆 並且採用了磁機交錯排布方式進行佈局 值得一提的是 iPhone 12磁吸無線充模塊呈現圓形排布 環形部分含有金黃色FPC柔性電路板 和線圈組成的IFC電子標籤模塊 柔性電路板上有5個觸電 其中有2個觸電進行了點焊處理 焊上的線圈圍繞磁鐵內徑有多缺 由此可見iPhone 12磁吸無線充除了揭固無線充電使用 還考慮到了NFC功能的正常使用 兩者相符互不影響 去年因無法滿足蘋果的硬件高標準 蘋果官方宣布取消了AirPower項目 從誕生到最後 AirPower無線充電底座讓粉絲們期待了有2年 可見期望越高失望也越大 在蘋果官方證實取消AirPower項目後 蘋果並沒有閒下來 再次給粉絲們帶來了全新的iPhone 12磁吸無線充 當前蘋果Apple Watch、Apple Pencil等產品 均是採用磁吸方式進行無線充電 iPhone 12磁吸無線充曝光 尤其是磁吸與無線充的結合 讓無線充配對更加便捷 蘋果這次是要重新培養用戶無線充電使用習慣 最後對於磁吸無線充電而言 傳統的手機保護套會在一定程度上 影響磁吸的強度 從而影響對種精度 所以iPhone 12系列配備磁吸無線充電功能之後 超薄或者是帶磁吸功能的手機保護殼 有望成為市場的熱銷產品 好了 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